曹熙平冷对凶嫂追究负遗产 台语歌后龙谦于爱女曹春林上月促世 与曹春林原是熟职关系的曹熙平 上节目在谈起王妇 就因为不止一次在节目上提及这段家务事 让曹家大哥大嫂与二哥也有话要说 我们不反驳是因为不让老爸爸为难 并不表示我们默认你对我们所做的不死的报道 不死的指控 我爸爸往生的时候 他有通知任何兄弟 没有通知任何兄弟 只通知记者 女士 先生们 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不露面是为了不让爸爸的葬礼 变成你曹熙平攻击兄弟的记者会 让爸爸能安息 又为何三天内草草下账 爸爸不是你一个人的 难道你不需要向兄弟们交代一下吗 你一直说你一个人安葬了爸爸 请问一下安葬会是多少 用谁付的 大嫂还出示收据证明是她付了五万元安葬费 妈妈的时候就已经连爸爸的木屑都买好了 他以为说把爸爸拿去那边 其他都不用了 其实你还要安葬会 要墓碑 要那个人家要施工 是不是需要一点费用 他就是不付这笔钱 据照顾我父亲的应用 曾经在我们家讲过 我的父亲在三家银行还有现款 我想总数大概也在一千万左右 还有他还有房地产 把我大嫂赶出家门之后 房子马上卖掉 我父亲死亡以后 房子也马上转卖掉 我父亲有五栋房子 我实在是气不过了 请你交代家里面所有的财产 在谁的手里 曹熙平对这些质疑会怎么回应 一千万房产跟那个 对对 他们讲的都对 那你就跟他讲 对啊 他都会觉得委屈被误会 不会不会 我该想已经想了 苹果娱乐新闻 清关南段家务市报导